录制时间到了 为什么迟迟没有开始 我们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好吧 订婚六天的哥哥 被查出来患有白血病 全家陷入悲痛之中 情情吃力吧 感觉天塌了 内容痛苦 每一个不活 都得看不下去 妹妹帮助父亲卖地瓜救哥哥 被称为最美地瓜妹 那是病吗你觉得 还行 习惯了都 我们早晨是五点多就起 吃地瓜 烤地瓜 全社会的帮助 让他们一步步走出困境 你好 您是上车过来了吗 你那个归信 我的归信是看着呢 不然找了 不然找了 突然拿去了一笔巨款给你们 一共捐了七万多 给钱的 给五人 给什么的都有 抽到了有32万多了 五次深深的鞠躬 谢谢你 我给她们 谢谢 本不想流泪的妹妹 数次抑制不住泪水 撑不住 被人答应我要扑哭 现场发生什么 让她们如此激动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大王小王稍后为您带来 迟到四十分钟的录制 今天的录制 本应在十点半开始 但是直到十一点 却还没有一点动静 主持人在化妆间 焦急地打着电话 您这样帮吧 对对对 又得给你添点麻烦 而另外一个化妆间里 嘉宾的情绪也很低落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录制延迟了四十分钟 好的谢谢 谢谢 太好了 太好了 接着之前的 播出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场 湖北微信给您带来的大王小王 我是王卫念 我是王峰 欢迎大家 本节目由毕生源东方茶树功能好茶 独家冠名播出 每一位来到现场的嘉宾 都可以获得由毕生源东方茶树功能好茶 提供的礼品一份 本节目由来品味动力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君咬味动力联合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何提正 大蝦更记性联合赞助播出 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 我想先请大家呢 看一张新闻图片 这个新闻的标题呢 是最美地瓜妹 百摊 救白血病哥哥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被称作最美地瓜妹的这个女孩子 就在大屏幕之后 让我们掌声有请 你好 大家好 大爷地瓜来的呀 是啊 我们烤的地瓜 谢谢 还热着呢 卖地瓜多久了 到现在有十几天了 刚十几天吗 对 十几天 可能烤得不太好吃 也就是你刚刚的这个卖地瓜 就被记者发现了 刚卖地瓜第五天的时候 之前你是什么职业呀 之前我是护理 是护士 他的哥哥是怎么了 他哥哥是在2014年的1月12号 查出患有 基性北血病 M2 这里是济南军区总医院 燕红的哥哥就在这里接受治疗 哥哥王明达过去非常健康阳光 可自从2014年1月份 查出患有白血病以来 身体变得非常虚弱 说话都吃力 为了给他治病 家里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哥哥之前很健康吧 很健康 非常健康 他的身体从小就很好 而且还是退伍追人 而且是在和我嫂子订婚的第六天 那个时候对于全家来说简直是一噩耗 尤其对于你的父亲 对 晴晴霹雳吧 感觉天塌了 面对黑的这个在化疗期间那种痛苦 那个时候你在哥哥身边吗 在 哭得不行了 然后就蹲在那个电梯门口 然后就都感觉自己要哭晕过去那种感觉 喂 你好你好 你是那个北京人民医院吗 哎 哎 你好你好 我是湖北市长 我想要的编导 然后是我们主任刚刚跟你联续过是吧 我在想之前你是一名护士 就是从一名护士下定决心 去跟爸爸卖地瓜 这个过程你肯定想清楚了 对 因为工作辞了 我还可以再找 但是我哥哥就这么一个 曾经说过这么句话吧 如果能救到俺哥哥能出到钱 把我卖了我也愿意 你是90后吧 我没说错吧 是 我是92年 92年出生 我们的记者呢去拍摄了燕红啊 卖烤红薯的过程 为了方便照顾哥哥 燕红和爸妈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间平房里 早晨四点多 爸爸就得起床准备了 七点多 不管天气有多冷 爸爸都会骑车出去 开始卖地瓜 燕红担心 爸爸太辛苦 晚上陪床 白天去接爸爸的班 希望能让老人休息一会儿 燕红卖地瓜 就哥哥的事情 被媒体报道之后 很多热心的济南市民 都来找他们买地瓜 每天晚上七点左右 地瓜就会卖完 今天还卖了挺早的 是 今天卖的是挺早的 因为在两天 来买地瓜的人特别多 已经没了 现在是回哪儿啊 现在是回我们住的地方 到了家里也不能停心 开始为第二天 卖地瓜做准备 水冰吗你觉得 还行 习惯了都真的 我这个屋里边 什么取暖的东西都没有 对 因为 说实话是比较简陋吧 我爸在这儿 其实挺辛苦的 那怎么不弄个 什么电暖器啊 这类的 要花钱 最后这句话 我好难过 那么冷的天 因为我觉得济南 应该比北京还要冷 是 确实挺冷 然后那几天 感觉有点冻的 都走路 就是脚底板都没知觉了 哥哥知道了以后 心里也难过 对不起 奶奶 是 我能想象到 当我们的摄像机 对着她的时候 她如果能脱下一件衣服 去洗这个东西 看得多舒服啊 她穿着那么多棉袄 什么的 一定是那家里太冷了 是 因为那两天感冒了 我感冒一直没好 连发烧加感冒 怕经济 一卖这瓜 你有没有去医院去看 到了医院以后 她说要用那个卡嘛 然后说 医疗卡 医疗卡要充钱 我爸爸说充一百够吗 他没说不够 我得二百块钱 我当时就拉着我爸 我说不看了 太贵了 每一个父母 都得看不下去 病例什么都带来 都带来 现在他来不了 他在那个 其实是一种医院嘛 然后他爸爸 跟妹妹来北京了 这时此刻 爸爸就在我们大屏幕之后 我真心喜欢艳红啊 但是我更心疼这个父亲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迎接他 你好 请坐 那我想问一下 您一会儿能来一下现场吗 就在现场说一下 太远了是吧 那你能不能电话 连个线是什么的 就在路上一下呗 先生刚刚在屏幕之后 听到我们讲话 心里会不会酸的话 很难受 刚才我们去拍摄了 你们家里的情况啊 我想知道 您在这间房子里 住了多久了 住了大约有一个月了 济南很冷吧最近 反正我自己没觉着冷 其实很冷 但是我没觉着冷 我其实特别理解您啊 你们相当于是刚大喜 儿子要结婚了吗 对吧 对 大喜之后 六天之后 就这样的一个大悲 当时绝对接受不了吧 哎呀当时 那种痛苦 我们都不愿意再去想 这呢 这 这一年来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当时就给我 在你打电话嘛 也是他在电话那边 哭得很厉害 把这个猪 养的猪 七块钱一斤 五块钱就卖了 因为猪没有到那么大 卖了三万块钱 给我送到医院 你把家里的 这个三叔 您是把家里的 所有猪都卖了吗 是的 你养了多少头猪啊 当时 当时有近五十头吧 看见五十头 那是你们全家人的 希望和收入对吗 但是当时他们就是 把小孩的 为了小孩致命 没有钱 没办法 你把这么多猪都卖了 你太太同意吗 我爱人嘛 以前嘛 给这两个小孩子 就是 感情特别好 一直给人家来 关系很特别好 就是拿他两个 跟自己孩子是一样的 所以他比你还着急呢 对 我想知道 你哥哥爱人的那个家人 他的家人 怎么看这个事 他的家人 不光没有反对 他给了两万块钱 帮助治疗 有一次 我给孩子 就是 我孩子的对象 他说 在第五天 我回家 拿东西 他也 知道我来了 说 大爷 你一定要救 王明达的命 我离不开他 当时 说的就苦了 当时我那个心情 比道哥都难受 所以我们的记者 去采访的时候 也采访到了这位 身患白血病的哥哥 他面对镜头 说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他为了我 每天出去卖考力瓜 特别辛苦 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 对我照顾 一般都是说 我妹妹照顾我多一点 因为卖考铁 说的话 手上 都裂了 又手上 看着特别心疼 我爸爸也是 每天睡觉 都是晚上 睡不好 特别冷的天 还要开着门 睡觉 三四点钟就要起床 我们现在 就是说 对他们唯一的感谢 就是让自己坚强起来 尽快活起来 把病看好 这样他们就会 很欣慰 很开心 刚才哥哥说到那一点 说其实一直都是 妹妹在照顾我 妹妹一下觉得 好崩溃 撑不住 北南大运 我要扑哭 我特别特别理解 让我们记者 非常感动的是 我们在去看你们 卖地瓜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好多热心人 我先说一个数字 通过你们共同的努力 现在筹到多少钱了 现在 现在筹到了 有32万多了 现在 我 特别想说说这个数字 这个钱是怎么筹来的 我真心的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感谢所有帮助过你们的人 通过这个事情吧 也是 李老师 您好 你好 您好 是您帮了他们公布媒体了 对吗 应该是 严格说 我就是帮他 怎么说呢 他们当时卖地瓜 当时吧 这个 往事卖地瓜 我说你光买地瓜不行 你光买地瓜 因为这个买地瓜 老头太多了 今天解脱 后来我就帮他们出了注意 于是你就拍了个照片 发往去了 嗯 是啊 我也没想到 人家这个没这么 这么关注 所以从那天开始 会不会有很多人 专门到你们的那个地瓜摊上 然后去给你们钱呢 有吗 有 有很多 给钱的 给我的 给什么的都有 经过这个 我们先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 陈哥 那些普普通通的 来捐钱的老百姓 燕红你有印象深刻的吗 有 刚开始的时候 是有一个阿姨 这个阿姨 她条件并不是特别好 而且 骑着那种 哎 比较破的自行车吧 然后 当时听说了以后 直接就把 拿了五十块钱出来 然后说 孩子 阿姨没有多少钱 是 自己的一点心意 说你不要先少 不管有多少 大家能帮一点 就是一点 说你一定要坚强 要加油 真是 阿姨身上 其实就 就受那一点钱了 所有的钱都给我了 真是 谢谢 谢谢这些普通人 我听说有一个学校 有一天突然拿去了一笔巨款给你们 是 有吗 是 是 是什么学校 一定要说一说 这咱协和学院 学生们捐了多少钱 有共捐了七万多 我们的记者在拍摄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很多人 就是 放下钱就走 真的不是买地瓜 放下钱就走 我们看看 自从 雁红卖地瓜 就哥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后 很多好心人都来他的地瓜摊 有买地瓜的 有送钱的 还有很多来鼓励他们的 先生 您觉得这女孩怎么样 非常好 难得 是 谢谢 多拿几块 不用 不用 拿一块 拿一块 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济南一所大学的校园记者也来这里开放 你们是学校的记者是吧 对 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 因为我们从网上看了很多关于随便地瓜女孩帮我走 然后感觉他特别有证明 所以我们大概是很大的移走而已 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时有一些路人将钱放到我们编导手里 转身就走 挺好插着正能量 能支持就支持一点 谁让你把钱送过来的 那为什么要让你送钱啊 谢谢你转身过来 因为姐姐那边很可怜 姐姐加油 地瓜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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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也很多是吗 很多 太多了 前些天吧 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老太太 带着一个小女孩到医院送了一千块钱 我再给她鞠躬 我说你把名字留下来 她说呀 我能给你卷十万块钱 我就给你留个名字 我给你这一千万块钱 还有我儿子的 说完就专心就走了 这几天吧 我从子兄他们就是报道之后 有从全国各地 有发的短信 有卷签的 有打电话的 都是鼓励的话 我真没有想到 算会上那么多的好心人 关注我们 我和我女儿 给全国各地这些都关心我们的 给我们寄钱的 无论在任何地方 都在祝福我们的 我给她们 鼓励 先生您在来之前 您有一个诉求 您希望我们帮您找一家医院 对吗 是 您想找哪家医院 因为我儿子在 网上给他这个病 有时候在聊天 他没有住在这个本人医院里 就是那里治疗 调解肛房病 医疗都很好 我来讲讲背后的故事 因为在之前呢 我不知道他们的诉求 这么强烈 这位父亲呢 特别想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血液科 给儿子治病 于是呢 编导就把这个诉求告诉了我 然后我呢 就从一周之前 就知道这个消息 我就开始联系 连这几天 直到昨天晚上 我还一直在联系 联系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 两位主任医师 恰好我两次拨打电话 都赶上他们在做手术 所以我就会觉着 我说医生肯定特别忙 我今天上午呢 就请编导呢 跟他们讲 说我们能不能呢 求助更多的医院 让大家呢 一起来帮忙 当时我们的编导描述说 这位父亲一下觉着 没有希望了 突然就坐到了地下 蹲在了那里 然后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 您会不会觉得特别失望 有一点吧 因为我儿子 很希望到这家医院去 所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您就一下蹲在了那里 是 于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 大家可能今天我们现场观众 非常感谢大家 大家我们说的十点 十点半录制 一直到十一点十分 才开始录制 先生您知道这四十分钟 我们在忙什么吗 当时呢 王岛因为昨天晚上录 录歌啊 一直录到夜两点 他在睡觉 就在后面在睡觉 然后我就赶紧叫他 我说现在有一个 这样的紧急情况 因为当时我一听编导讲 说这样一个父亲 突然就蹲在那里 他觉得所有希望都没有了 我就在想 我们自己也是当父母的人 如果自己的孩子 遇到了这样的困难 没有人帮助 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录制之前 主持人仍然为联系医院 在忙碌 那个当事人呢 因为他是患了白血病 但他现在呢 儿子得了白血病以后呢 那个爸爸和那个女儿 在卖红薯 但现在他们俩呢 就特别想找人民医院 我昨天联系了一圈呢 没联系上人民医院的学学科 我们要不再试一下 然后再联系 不行跟那个张立主任联系一下 是 再试一下 是 好吧 再联系一下 张立主任吗 对对对 又得给你添点麻烦 是那么个事 我们这儿有个当事人呢 他因为是这个生病以后呢 他四处这个打听的 最后打听的就是 他的这个病呢 人民医院最有把握 或者说他印象中 是人民医院可以完成这个治疗 非常感谢王维念老师 在最关键的时刻 动用了他从来平时不动用的关系 联系到了这家医院的血液科 愿意明天就接待你们 我知道了 谢谢 好好好 等一下 坐点 知道他们来录制节目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专家 看一看哥哥的病例 录制之前 主持人仍然被联系医院在忙碌 直到四十分钟后 医院的事情联系好了 才开始安心的录制节目 没事 我没知情治病到现在 这一年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度过的 北京 开花窗的笑容 夜里睡不着觉 我的眼现在 看东西已经现在已经模糊 在前两天我这个四弟在北京打工 每一月的工资第一月领了三千一百块钱 给我寄了三千 自己留一百块钱 从十五岁就开始抽烟喝 有些人全部戒掉了 省的每一份钱都给我孩子自闭 他也在江西打工赶回来 省的每一份钱 自己三个孩子都没有 赶紧给我 赶紧给我 省的这家每天也是经常哭 他们两个人三两两头都给我打电话 哥 你要减刑 你也要减事住 你要减事不住 我们也减事不住 经常这样给我打电话 我还害怕我自己的父母 八十多岁了 如果知道这个事情 可能当时都听不过去 因为他们太爱我的两个孩子了 这一年来我真不知道 我自己走不过来 我真知道 感谢了社会上的好行人 真的在这里 非常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谢谢你们 我不知道今天来这里 会不会到现在为止 还是挺开心的 现在我非常高兴 吸引您的一块石头也 没想到吧 最没有想到 特别希望 咱们都是老王家的事 我还不得鼎立 好了 好了 有一点薄礼送给你们 我们帮你们申请了 一万元的春平基金 虽然钱不多 不能帮大忙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帮点小忙 谢谢 谢 叶红回头给我一个账户 是李春平先生捐赠的 然后回头给你打过去 希望能够帮上哥哥 好不好 好 谢谢 这个 老王啊 谢谢 好的 老王啊 开心吗 开心 开心吧 真没有想到 这是不是这一年来 最开心的一天 最开心的 最快暖的一天 从来没有能管理过 谢谢 节目录制结束第二天 编导带着王先生 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找到治疗白血病方面 非常权威的专家 全家人的心愿得以实现 希望在专家的指导下 哥哥能够早日康复 同时大王小王也非常感谢 帮助过他们的人